在决定结婚的那个时候 是因为爱 还是因为爱之余 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考虑 种种的现实的考虑 比如说我要稳定 我要公众形象等等等等 是哪一个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我是很想要结的 你是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突然开始有了想要结婚 想要有家庭的 也不是突然 那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从 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就 我就有跟我爸妈妈说 我要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 你爸你妈吓死了肯定 我太爱小孩了 真的很爱 我说 我那时候就说 我十八岁就要有孩子 这二十年当中 你有没有碰到过 让你也想稳定下来的人 没有碰到对的人 对不对再说 我们经常碰到的是不对的人 经常碰到的是不对的人 但是即便你碰到不对的人在那时候 我觉得不对的人是我 因为在寻找所谓的 不是在想别的人 不是在想别的人 我不是一个花心的人 我觉得花心的人也是很不成熟 也是蛮愚蠢的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花心的人 但我有时候觉得花心的人他是不是更加的轻松一点呢 但是如果你可以跟一个人有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交往 而且得积一辈子 这是比什么都重要 就是这个是多么难得一件事情 爱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我说爱情 很重要 当我们看到彼此的那个眼睛的时候 还是得有那种小火花 不讨厌的 对对对 昨天我问静雷 我说我说你恢复的还挺好 他说没有 他说我生完 特别生完老二之后 我觉得我的五脏六腑的位置都不对了 对这个我没办法体会 但是身为爸爸他可能也没办法体会 我会觉得他足够爱你 然后有那种崇拜在 就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才华 很美好的一个人 得分了 我觉得生孩子的那一天 你的爱 你的所有所有情绪都在一刻当中 一天 涌上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